美国核潜艇康乃迪克号发生碰撞事件 最有可能撞到的就是这个东西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三三经纬点评 今天是周一 我想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朋友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核潜艇 到底撞到了什么东西 话说在周五的时候 一大早我们看到 美国军方海军司令部发布的消息 谈到美国在核潜艇当中 把最前面的三艘之一的康乃迪克号 撞上了不明物体 当然大家就看到这个康乃迪克号 其实关心到他是在哪里撞 虽然说是在所谓的印太海域 这美国官方的说法 但实际上在这个卫星侦测的照片上面 商业卫星侦测的这个上面看到 大概在这个10月3号的时候 在这个中国西沙群岛的这个东南方 大约48.7公里的海面上 有一艘潜水艇浮上来了 在海面上浮在海上航行 这个潜水艇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叫潜水艇 就是逆中 对不对 逆中的概念 要隐形 隐形叫下水 所以很少看到潜水艇 除非要进港 对不对 你要进港 你要走要浮上来 要靠码头 这时候进出港是浮在水面 一般只要一出海就下潜 对不对 要逆中 只是潜的高与低 应该是深于潜 对不对 深于潜 好 这次康乃迪克号 照现在卫星侦测的资料 看得出来它是浮上了海面 这个地点在哪 在西沙 各位看看这个西沙 西沙就在哪里 中国大门口 中国大门口 对不对 西沙最大的岛屿 是永兴岛 永兴岛距离海南的榆林港 多远 180公里 180海里 所以换句话讲 中国的大门口 出现了美国的核潜艇 美国目前核潜艇大概有50艘 大部分是洛杉矶级的 级别比较上一代的 海狼应该算是 美国现在核潜艇当中 攻击核潜艇当中 最具有威力的核潜艇 而且美国只做三艘 康乃迪克号是其中一艘 好 换句话讲 在这50艘潜艇当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二名 因为它照顺序 它是第二艘做的 就已经受伤了 现在的单人 他们现在美国官方是说 没有核泄漏 没有简单讲就没漏水了 因为它的设计 是比较新的叫单体 单体传生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理论上只说有部分的船员 在碰撞中受伤 就这样 当然现在得到的消息是已经 在8号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关岛 才发这个消息 现在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当然网路上有一些 讲的一副好像是 什么中国解放军 已经开的潜艇去撞他 什么卫国捐去乱讲的很多 不要信 当然中国潜艇不要钱 开着去撞 对不对 不可能不要听 好 最重要到底它撞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关键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地点非常的微妙 西沙 因为你回忆一下在70年代的时候 大概1974年的时候 越南曾经跟中国在西沙海战 打得很凶悍 当然中国当时的海军的实力 平良心讲不像今天 船的吨位不够大 对不对 武力火力各方面都不够 当时真的是靠那种 英勇的一些战士们拼了命 对不对 听说有一些近距离作战的时候 干脆丢手榴弹 这样子拼了 对不对 打赢了 这个越南最后看苗头不对 就夹了尾巴跑了 当然越南那时候 在1974年的时候 听说还跟美国第七舰队求救 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中国海军在这边打 快点来帮我 美国第七舰队说不帮 因为这会太复杂 你等于去抢人家的岛 对不对 你还在那边还要求救 而且你的船的吨位又大 人家那个船的吨位又小 所以各位就知道 西沙的地理位置太重要 但是回头从历史我们来看 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之后 西方的这些欧洲国家来到了亚洲做生意 其中法国人就看到了在西沙群岛当中的永兴岛 永兴岛大概面积 因为它距离海南不远 它的面积大概有2.6平方公里 大概现在永兴岛上面大概可以住1000多人 是一个算还不错的大岛 法国在当年拿下这个岛的目的是认为 这个岛将来在整个船舶的停靠上 等于它算一个点 对不对 避风或干嘛都很好 南海那么大 所以法国人在这个等于是30年代 还是法国人的手上 后来到了日本人 不是清华战争的时候 日本人南下 把西沙永兴岛拿下 因为战略位置重要 日本人也知道 打到了抗日战争结束 当时中华民国海军就开了两艘船 去这些地方走一圈九段线走一圈 当时那艘船到现在叫永兴岛的那艘军舰 叫永兴舰 对不对 然后那个舰长就说 好 就说我们就让这个岛就叫永兴岛 就这样来的 另外有一个叫中舰 那个船叫中舰 舰设的舰 中舰 中舰怎么来的 也是用船的名字命名的 好 那当然很快就发生了国共战争 到了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就把这些岛就接收了 那就成为中国的岛屿 中国那时候就发现了 这个必须快点确认 再确认九段线 就把中国在南海的四大群岛 就定出来了 那这个西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但是后来到了70年代 这个越南还来抢这件事 就知道它的地理位置 从画面上各位看看 实际上西沙的位置 距离海南跟菲律宾的中间 那在这整个战略位置上 属于一个要冲 在这个地方 可攻可守 所以这个战略地位重要 越南也知道 好 那这些年经过那么长时间 对不对 中国实际上把永兴岛 已经建立了非常的完整 飞机 跑道 码头 什么都有 好 那现在来呢 各位注意到 实际上在去年的4月的时候 大概美国的那些飞弹驱逐舰 就是像那种什么 什么伯克级的 有贝瑞号 坎贝尔号 经常进入这些岛屿的12海里 自由航行 美国后称自由航行 各位看看南海有多大 看看南海有多大 他一定要进入西沙12海里 自由航行 好 那当然中国军方是不断地驱离 驱离 驱离 好 那也就看得出来 他的飞弹驱逐舰会往这些地方跑 这个地方就非常的重要 而且中国各位知道 这些年中国的潜艇 也不断地建造 什么094什么095都出来了 那最重要 大部分的基地就在海南 榆林这附近 那出来之后呢 面对的就是西沙 对不对 就地理位上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地方战略就很重要 那这一次 美国康乃迪克号上浮出来 被卫星拍到就在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 这个美国军舰的美国的潜水艇 他听说 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 美国这个富士比 这个媒体富士比 记者有一个记者就做了一篇报告 说美国现在最神秘的三艘 这个海狼级的潜水艇 已经部署到亚洲 当然潜水艇这个东西 它在海底 你是不知道 它的这个行踪在哪 这就是它的特色 那它就隐形就隐在这 你都知道 像航母是躲不了了 对吧 庞然大物 所以要那个护航舰队 但是一个海狼潜艇进入水底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而且美国军方的资料显示 海狼它的特色是在水底 可以跑到 跑到大概是30节 这是官方资料 就像航母 有人说美国航母跑多快 官方资料说30节 但是曾经有人算过 譬如说航母 假设从横须鹤出海 等到在中东 日本横须鹤出港了 突然再看到的时候 已经到了中东 对不对 你照这个时间一算 它时速跑多少 四五十 跑 就可知道它的速度有多快 它不会告诉你 不然你下次都算得出来 它什么时候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一定是机密 要不要开 尤其它们核动力 核潜艇也是这样 有人甚至形容 在康乃迪克号 它可以跑到大概多少 38节 就是各位开车的朋友 70公里时速 在海底下 潜水艇可以跑到70公里 那么快的速度 在海底跑 它洛杉矶级的核潜艇 也能跑那么快 因为这样讲 在美国的记录上 近代记录上 核潜艇出事有过两次 我们先讲的第一次叫做 旧金山号 旧金山号 有人翻成三番四号 反正就是那一艘旧金山号 这个旧金山号 然后是这样讲 它当时是在2005年的时候 2005年的时候这艘船 它在哪里呢 在关岛的南方 南方大概300多公里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南太地区 当时后来新闻是说 它撞到海底的海床 那原因是海图是1989年的海图 后来那个地方呢 海底火山爆发 地形出现了变化 所以它撞上去的时候 等于撞山 撞到海底的海 海底的山 然后呢 这个造成一人死亡 多人重伤 但是后来那个旧金山号呢 就等于是拼拼凑凑修理完之后 现在呢 成为训练舰 就是停在一个港口 不出海了 那个旧金山号 这个当时2005年那个出世那艘 花了很多钱 修了很多 改成一艘训练舰 就是驳在港里面的训练舰 里面呢 跟正规的这个核潜艇 里面的位置啊 设备武器 通通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平常训练士兵 在里面操作啊 做操作什么操作什么啊 但他是不出港的 为什么 因为他得大修过啊 整个整个船身结构做了很大改变 甚至可能那个核动力啊 反应堆已经拆掉了 因为听说当时啊 回来之后呢 把它切成三截 那个船头是整个坏掉 然后反应堆拆掉 然后统统再接接接接 作为训练舰 那当时他怎么撞上 这是官方说法 但实际上他撞到了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 三三敬畏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三三敬畏点评第二段 我是David政经纬 那当然呢 我想呢 再来跟各位讲 就是刚刚没讲完的旧金三号 他实际上啊 那后来啊 据说当时的这个 这个俄国的这个潜艇专家 大家都是内航人 对不对 外航人是看热闹 内航人是看门道 这个苏联的潜艇专家说 他是啊 美国在测试一个叫做什么 你知道 卫星导航的装置 一般潜水艇有两种声纳 叫主动声纳跟被动声纳 主动声纳 那一听主动嘛 就是潜水艇自己啊 在前面 他会发出声波 比如说这个声波折返回来 我可以算出我前方 有没有障碍物 对不对 这个是潜艇一直以来啊 在海中能够航行不撞 撞山的关键 好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主动声纳也有缺点 因为你发出声波 别的潜水艇 对不对 他在听的时候 他会听到你的声音啊 他就他可以算出来 你在那发声波 他可以知道你来了 对不对 那有一种呢 叫被动声纳 被动声纳是这样啊 海底呢 有一个环境噪音 比如说鱼在游啊 水的声音啊 那这些被动噪音啊 他有一个标准 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 但当有潜水艇来的时候呢 这个被动噪音啊 会有变化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潜艇啊 在跟敌人他大概知道 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他会把主动声纳关掉 主动声纳关掉之后呢 他来用背景声纳听 附近有没有异常的状况 能知道其他国家的潜水艇 有没有在他的附近 好 那当然这个这个精密度非常的高啊 他们的声纳甚至 呃在旁边各式各样都可以听得 非常的清楚啊 好 那这一次呢 就我们刚刚讲旧金山 那一次他是做一个什么样的 新武器实验呢 这个新设备应该说新设备 据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潜艇专家说法 说当时旧金山号 他在测试一个叫高速航行 原来他是要从关岛到澳大利亚访问 但是呢 他为了要测试这个卫星定位啊 呃在走 他就没有走原来的标准航道 一般潜水艇啊 跟船一样 他都有航道在走 但是呢 你也要去开发一些秘密的 对不对 秘密的通路啊 这个敌人一般来讲啊 如果他今天要等你 对不对 他就在这路上等 你早晚要过来 我都知道嘛 对不对 他走一个秘密通道 而且这个海水中的盐分啊 不一样浓度不一样啊 这个潜水艇会走在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他的速度啊都很重要啊 所以当时他们说旧金山号是开到时速啊 大概就是马力全开 大概就差不多 时速70公里啊 的速度啊 在海底跑高速跑 然后用卫星定位 带颖他 怎么控制啊 他把他声纳都关掉哦 不然敌人会发现他在海底快速的跑 但那一次呢 是不是整个卫星定位出了什么问题啊 就不得而知 但是呢 这个也造成啊 算美国第一次自己承认 撞了一般这种东西啊 军方大家都知道 能低调就低调不行啊 但是这一次没办法啊 终于承认 那这个所以这一次美国这个康乃迪克号 有没有可能撞海底的 什么海床上的山 那我觉得这个概率啊 蛮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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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以这个海狼级的核潜艇 虽然他在美苏冷战时候设计啊 但是到今天哦 他里面的科技还是很先进啊 而且各位想想看 他是个9000吨级的核潜艇 9000吨级是100多公尺长的一个 那么巨大的船 对不对 他要撞到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去撼动他 我讲句真话 你开着车去撞他 他大概都没感觉 都不知道有汽车撞他了 他一定撞到一个也不是太小的东西 对不对 那才能够让他撼动到船员受伤 你就知道他撞的那个力量不低吧 对不对 当然来讲呢 现在有没有核污染美国是说没有核泄漏 这个船呢也已经回到了关岛 所以到底他撞的是谁 不是撞海床 对不对 而且这个西沙附近 海域呢 并不深 对不对 他并不是像旁边就是大海沟 什么几千米深 所以在这个附近 表示潜水艇一定不深 对不对 撞上去了 而且速度并不慢 你慢的话 你撞上去 大家就还有一个缓冲力 他一定有一定的速度在跑 好 那第二个呢 会不会跟中国军 中国潜水艇相撞 有没有可能有人说海底下 对不对 尤其在中国的家门口 会不会中国的潜艇也开出去了 对不对 顶住他 谁怕谁 因为理论上来讲 在美苏冷战的时候 在1992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有一艘核潜艇 就一直在跟踪一艘苏联的潜艇 美国潜艇叫做巴吞鲁日号 他跟踪的叫螃蟹号 那个是苏联的潜艇 就跟着走 苏联知道后面用美国潜艇 然后苏联的舰长 就来了一个叫做俗称 叫做这个疯狂伊凡 就是180度掉头 跟他头对头来了 起先你追我对不对 然后180度 我就看你躲不躲我 对不对 我就对着你来了 但是没有开火 但那一次碰撞 撞上了 还是撞上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逼着你跑 那美国没跑 两个撞撞上 所以就这两次 在目前来讲 就是巴吞鲁日号 跟旧金山号 一个是说自己撞海床 一个说是跟苏联相撞 那当然有没有这次可能跟中国的核潜艇相撞 概率很低 概率真的很低 因为毕竟来讲 如果真的是中方应该 这个外交部应该会说 但是到底那他撞了什么 这个大家最关心的一点 他到底撞了什么 有没有相关的 什么泄漏 和泄漏 或是其他不为人知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海床底下 那么高科技的潜艇 要撞到能够撼动它 我就很好奇到底什么 有些网友在YouTube上面留言 说撞了南墙 或是撞了大章鱼 大家各式各样的说法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现在在战略部署上 表面看起来中美之间领导人 在年底将会有会面的机会 但实际上在美国军事的部署上 已经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就在这个礼拜 美国海军部要公布一个 美国的等于是新的战略指南 那稍早之前 美国海军部部长跑去演讲 到这个外面去演讲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实际上都很清楚军方的部署 当时这个海军部的部长 在演讲的时候 简单的讲讲了一大堆了 说未来我们海军 我们陆战队 要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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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是讲到一句最重要的话 就是美国海军 要维持在世界有主导的地位 能够抗衡中国 就那么清楚 所以美国把它最先进的核潜艇 已经调到了中国的家门口 那有些人就我刚刚前面讲 三艘都在亚洲 可能东北亚还有南海 这边都有 都有美国的最顶级的海狼级潜水艇 在这部署 就看得出来美国的战略 现在是已经逼到中国的家门口 这个对于地缘政治上来讲 也看得出来 这个外松内景 实际上海面上大家军演都看得见的 对不对 但是海底下看不见的更显示出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现在说真的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不管是在军事 经济 能源 都是没完没了 大家都是感觉到有巨大的这个 好像是一个中国必须给他一定的压制 但是也看出越是这样 越让地缘政治紧张 那甚至当然我们前面更早之前都知道 美国跟英国还有澳大利亚成立了AUKUS 那对象是谁 就是中国 讲得非常的清楚 当然这个回头讲 对中国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中国把它视为一个挑战之后 要更加的努力做好准备 所以未来我想可能过一阵子 关于这次海狼级的核潜艇 到底撞到了什么 慢慢的真相就会大白 因为照片出来 大家内行人一看就知道 如果是船头 对不对 或者是指挥塔 或是什么旁边 一看大概就知道 谁撞谁怎么撞 对不对 当然这个核潜艇的东西 是有许多高科技 它的水中的推进 船身各方面 还有它携带的武器 因为海狼级的潜水艇 特别要补充一下 它的火力打击 简单的讲 对付一个航母舰队都足够了 它的鱼雷 它的战斧飞弹 它是一个很有杀伤力的核潜艇 它可不是就是核潜艇而已 核动力潜艇 它是一个攻击型的核动力潜艇 所以你把一个有攻击性的核潜艇 部署在中国的家门口 那种对中国海军的威胁就不言而喻 因为它上次在横须鹤港出现的时候 是8月份 各位想想看 到10月2号被撞 那么长一段时间 它在哪里 你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这就是核潜艇的威力 但总而言之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之间的紧张 短时间不会改变 年底的见面 能不能真的缓和中美之间的对立 还真的值得期待了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欢迎在YouTube上面的朋友 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 好吗 我们就明天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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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